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路漫漫,难免会有很多烦恼忧愁的事情困扰着我们 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 值得我们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思虑太多 正所谓三千烦恼是,淡然一笑间 与其一味苦苦揪着不放,不如少一些纠结 笑对那些让自己烦恼忧愁的事 开心也一天,不开心也一天 为什么不选择开心地面对呢 一,想太多就是折磨自己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因工作过度而垮下来 但是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因为饱受担忧或焦虑的折磨 仔细想想,确实如此 生活中很多痛苦和根源就是因为想的太多 有时候,我们总是为了一些琐碎的小事 计较太多,思虑太多 最后把自己折腾得疲惫不堪 方知,想太多不过是在折磨自己罢了 有一位小徒弟,每天都忧心忡忡,感到闷闷不冷 觉得生活很累 他的师父觉察到 他的异常 一天把他带到了一片空旷的草地 问他 你抬头看看,有看到什么吗 小徒弟回答 天空 师父继续说道 天空很大吧 但是我用一只手就可以遮住整个天空 小徒弟一脸茫然 只见师父用一只手遮住了小徒弟的双眼 问他 你现在还能看得见天空吗 随后 师父又说道 生活中的许多烦恼困惑 就像这只手掌一样 看似微不足道 但是如果你对他耿耿于怀 总把他放在眼前 那些很小的烦恼就会被看得很大 完全遮住你的双眼 小徒弟思索了一会儿 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到痛苦了 不禁想起了那句俗语 世间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是我们自寻的 是我们自己想太多 把烦恼看得太重 他自然就会重重地压在我们心上 生活本不易 何必自寻烦恼呢 很多事情你越是在意就越痛苦 只要你不在意 他自然就折磨不了你 凡事不必太在意 看清看淡 人才能活得轻松自在 二 心要简单 人要糊涂 有人说 人生两件事 忙着清醒做事 闲着糊涂做人 做人的最高境界 就是该清醒的时候清醒 该糊涂的时候糊涂 有道是 人生在世 难得糊涂 活得太清醒 凡事都看得太明白 便会容易 便会容易思想后 最后把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弄得精疲力尽 所以 很多时候 人真的需要活得糊涂一些 简单一些 你的心简单了 这个世界也就简单了 曾经有两个人都患有癌症 其中一个人的耳朵十分灵敏 偶然间 他听到了一声的谈话 说他们只剩下了三个月的生命 另一个人的耳朵有点背 和他讲话 你在他面前大声喊 他也听不清 稀里糊涂的 耳朵灵敏的患者得知这个消息后 很担忧自己的病情 整日淤淤寡欢 而背的患者什么都不知情 每天依然该吃吃 该喝喝 日子过得悠然自在 然而奇怪的是 耳背的患者不仅活过了三个月 现在两年已经过去了 他还是好好的活着 不遂人意的事情啊 你总是把它放在心里 只会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 心中有郁节 又怎会开心快乐呢 那些让你烦心的事情 能不多想就不要去多想 别想太多 别计较太多 怎么舒服怎么过 心越简单 人才会越快乐 就像冯唐曾说的那样 我不多想就幸福了 换言之 幸福就是不多想 是的 想太多会让人心累 欲试糊涂点 不顾虑太多 凡事往简单地去想 才不会被各种各样的烦恼缠身 自然就幸福了 三 人间三千事 淡然一笑间 人生在世 总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如果什么事情都自助比较 往往会让自己 活得很累 要知道 事已至此 再盲目纠结 只会给自己负累 与其计较 不如把那些 让自己困扰的烦心事都放下 卸下你的泪 微笑面对 如此才能轻松前行 诚如事中所言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间 听过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古时候有一位妇人 她背着一大袋重重的珠宝 要坐船去对岸 但是她上船之后 依然背着珠宝 一直不肯把珠宝放在船上 船夫看她背了半路 已经是满头大汗 忍不住问她 你为什么不把珠宝放下呢 一直背着多累啊 妇人回答道 我觉得我把她背在身上 船会稳一些 船夫说 你把她放船上 人才会舒服 船也会更平衡 很多时候 我们就像这个妇人一样 面对一些事情 不愿意放下 总会被事情束缚着 到头来 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反而把自己弄得身心憔悴 人之所以会感到心累 无非是执念太深 什么事情都耿耿于怀 放在心上 不肯放下 但是 人活一世 不就是为了开心快乐吗 这样 什么事都放在心上 何来快乐而言 有句话说 人生是什么 难道它不是从忧愁 到忧愁 结束一个烦恼 又开始另外一个烦恼 烦恼的事情不尽其数 一味地让万般愁绪绕心头 只会让我们错失 更多的美好 其实啊 生活就像是一面镜子 是喜是忧 完全取决于 我们自己的内心 你若对它微笑 它自然会微笑回馈你 人生不过如此 烦恼三千 不如淡然一笑 俗语有言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谓 你越是在意 想得越多 累的是自己 别想太多 才不会被烦心时束缚自己 生活不简单 尽量简单过 与其太用心 让自己终日闷闷不乐 不如看心看淡 一笑直至 往后余生 愿你我都能以简单 豁达的心态 笑对 人间百态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放 发哦 感谢观看